字幕 字幕 早安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7月25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鸿啊乙 这朝还有独立股评人沈庆雄 Patrick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Patrick 早晨Irene 昨晚美股试急错 大家可能详一详 因为科技股跌得很厉害 股额都很重 稍後都會問Patrick 怎樣看 以及恆子夜期都跌了大約100點 接下來的走勢會否轉一步轉差呢? Patrick 都會詳細分析一下 以至是最近大家所說的日元拆仓潮的影響有多大 都會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在什麼股票研欄 都歡迎WhatsApp 留言給我們 電話鍵是1338195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價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美國總統大選前景再度變得不明朗 加上歐美企業最新的業績令市場失望 都拖累美股向下 Tesla 業績之後一度急跌近13% 道指低開後迅速下滑 一度急石550點 失手4萬關 道指收市跌504點 報生19853點 Visa 業績之後跌了4% 是表現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標指跌2.3% 報5427點 納指跌3.6% 報17342點 歐洲股市亦受壓 法國和德國股市跌大約1% LVMH銷售表現失息 股價跌超過4% 得銀業績虧損 股價急跌8% 美匯指數曾經回落0.3% 其後跌幅收窄 日圓套式交易出現賊倉潮 日圓升超過1.5% 5月以來的高位 看看焦點美股纜 Tesla 第二季的業績 令市場失望 加上CEO 馬斯克宣布 無人駕駛Dixi Robo Taxi 發佈會推遲到10月 不確定性笼罩下 Tesla 股價急錯1.2% 報215.99美元 Google 無公司 Alphabet 預警 今季經營邊際利潤率受壓 股價跌5% 其他大型科技股都受拖累 Marmata 跌超過5% 蘋果和亞馬遜跌大約3% NVIDIA 急跌6.8% 報114.25美元 微軟和英特爾都跌超過3%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馬百度比港股跌超過1% 網易跌0.9% 騰訊和美團比港修市跌0.5% 至0.6% 阿里巴巴跌0.3% 衛鋒控股ADR 至宣布66.95美元 比港修市價升0.4% 港交所和友邦跌0.6% 至0.8% 比亞迪跌近1% 衛小里跌超過1% 至2% 今早上外圍市況 美股期貨是回穩的 导資期貨4212.102 納納指期貨、標指期貨 暫時都是向好的 在亞太區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跟著昨晚美股的跌勢 日股跌超過2% 日經平均指數38121點 跌1033點 南韓股市跌1.7% 澳洲市跌0.8% 新西蘭市跌0.7% 至於恒指黑期 預示港股後可能要輕輕低開 黑期跌70多點 我們先和Patrick 討論外圍市況 因為最新都是美股踏入業績期 都是看著美股的業績 最新的業績好像市場都很失望 科技股的乘機爆發了股災 尤其是Tesla、Google 以前不是科技股 歐洲的著名車市品牌的業績 都好像大家對企業的狀況有點擔憂 以及未來美國總統大選的前景 他們還未明朗 看看昨晚美股三大指數急跌 恐慌指數BIX 都競升到三個月最高 市場似乎有恐慌情緒的拋售 你試一下怎麼看 美股會不會繼續回落呢? 以及科技股究竟拋售潮完了嗎? 我想近期你看到好像美股方面 其實都比較有差的 如果你看到納子方面來講 很多時候那個波幅 每天來計算都是比較大 近期當然就受過業績因素影響 比如說Tesla出了業績 沒有預期這麼好 大家就拋售 我自己會這樣看 我自己覺得 市場上對科技股的業績 可能有些期望過高的情況 之前一路炒的晶片股 炒到飛起 令到納子方面都推高了 但我想這樣說 始終市場期望太高的時間 你出來的業績稍微有些落差 就很容易引發一些 好像孤壽潮出現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 始終你美股來到這些位置 估值上其實就已經不是便宜了 變成你估值已經不是便宜的時間 你有什麼風吹草動 也都會觸發了 可能投資者方面 先行計數來場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暫時看短期一點 繼續都是看著公司業績 但就要小心 如果那些公司繼續出的業績 是不遲預期的話 我想是會引發的市 有進一步回落的可能性 譬如說納子方面來看 其實看回走勢 有可能短期一點 上不去大約17,500那些位置 試回到17,000那些位置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短期可能要看著這個位置 但當然你問市場是不是出現了大跌 或者有些人覺得未來會有股災 我覺得暫時還沒有那麼擔心 原因都是總統選舉 因為你說美國現在總統選舉不明朗都好 但你始終選舉是11月的事 那你11月之前 原則上應該的市況都不至於太過差的 就是寧願你說選舉後可能才來個跌 那通常都是的了 那些政治因素可能都令到大家盡量放著股市 不希望做得到股市氣氛太差的 還有聯儲局還有機會減息 那現在大家說可能9月份有機會減息 如果9月份是減一減息的 你又不排除提振一下市場氣氛了 所以暫時我覺得來說 在一個減息因素一個選舉因素兩大因素影響之下 暫時美股方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高位的叫做反覆 或者較為錯的情況 就未至於出現一個很大的跌幅在那裏 那如果說說那些科技股 因為買到美股的投資者一定是首次科技股的 中長線投資者似乎暫時不用怕 因為聽你剛才說 前景都不是明顯轉差 但是如果短線投資者 究竟拿著科技股 要不需要先行離一離場呢 尤其是如果拿著Tesla Google的業績比較不好 還是反過來 其實會不會市場過度反應 再跌多一點就是吸納時機呢 你自己怎樣看科技股的部署呢 短線呢 我反而覺得如果真的拿了貨的投資者 看看自己什麼位置去買 譬如賬面上還有利潤在手 算一下數先 都是吃點糊 我想現在始終市不是一個低水平 仍然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就短線投資者是一計算的 如果你說之前在更加高的水平買了 賬面已經輸著那些 其實也都可能考慮 是不是需要訂回一些離場位給自己 譬如說二個買入價 下跌可能兩成作為一個離場指標 這樣作為一個參考就比較穩陣 因為你現在不是一個低台 始終市都做了一個高位 這樣變成了來講 那個風險是要考慮的 至於你說中長線那裡 正如正話題 大選前可能還是比較安心的 但選舉過後呢 可能那個戒心要重一點 因為現在說真的 誰上台又不知道 上台之後究竟會怎樣呢 譬如你說好像特朗普那些政策的 那會不會引發到 譬如你說向很多不同國家徵收關稅 會不會日後導致到美國通脹又升溫 搞到聯儲局又需要加息呢 變成了這些是有很多變數在後面的 所以中長線我覺得 都是要戒心多一些 只不過是說大選前可能安心一點點 但大選過後呢 其實來說 不要說掉以輕心 因為一些政策上的變化 是可以引發很多問題出來的 嗯 今次引發這一輪跌的 即是TASA Google業績 但如果我反過來想 可能很多人都侯著NVIDIA 究竟可不可以 因為業績其實他就沒有的 這些會不會跌到某個水平 都相對 即是中長線投資者可以考慮 還是你都覺得暫時觀望著這樣呢 我覺得觀望著先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來的 即是你說好像NVIDIA這些 業績好 未來來說 那AI都是一個大的潮流趨勢 所以變了來說 他接下來的業績生意 應該是不受的 但我覺得 從業績來看 你生意OK 前景OK 但股價升了這麼多 有沒有走先了呢 那就是個問題了 即是有時有些股票 就是它業績好的 但股價來講 因為你走先了 所以就算你業績好也好 可能股價都未必一定再升 甚至有可能調整 因為始終你的股價 是計算了一定的升幅 那有時那些投資者 就未必真的看你那個業績 前景的了 有時都是會計算數先 是那一種股票 除了 不是 它總之 是一種股票 又是一個大局 做飯 的 我今天會問了 會有一點 有你的腰